那這是我們心機擴散做了第二張 那這次出展我們有第一 除了這第二張以外我們有把遊戲內有一些 應該說全劇本都入文化 那這次第二張主角雷納德 必須要想辦法就是通過這些謎題 然後想辦法離開這邊然後去尋找他的謎 那我們這一次有做了 像是雷努倫的介面我們這次也已經完善了 把它做出來了 然後還有這個可以確認道具 那未來我們也會像是讓道具可以拿去販賣 那你販賣的話就得到點數 點數可以拿來就是在買東西 那你得到的key item就在這裡顯示 可以看得到 然後地圖 第二關的地圖都還是長這樣 一開始在這邊 然後你要想辦法就是到這個終點這裡 那此外我們這一次 就是我們的音樂的部分 我們是直接找張衛帆 然後來幫我們一起合作 因此在音樂上面我們下了蠻大的用心 跟公布的 那除此以外 我們這一次有做了一種4點的修正 就是玩家在你背後的東西 其實可以一定距離的話 你會看不到 例如像這邊 我們要開電燈 打開電燈以後 會有怪物從你背後跑進來 一開始只會看到黑影 必須要面對它才看得到 然後我們也有新增的武器 像這個布箱 那玩家到這邊 就必須要想辦法說 這裡有到雷射 可是玩家不能過去 因為過去會受傷 所以要想辦法找出 怎麼解除這個雷射 像這裡 就有很多小廁所 可能就要一間一間搜尋 看有什麼東西這樣 然後我們剛剛有拿到消棍 然後可以用消棍再把禁止挖出來 這樣 然後在這邊可以拿到 ID好 然後很可惜的是 因為現場 比較吵 所以沒辦法讓大家聽到 就是比較重要的音樂 在恐怖遊戲裡面 我們認為音樂跟音效 至少會佔遊戲裡的一半影像內 所以 如果玩家有機會 可以試玩到的話 請一定要來試試看 我們的新的獲勝 這裡可以把鏡子帶走 然後打到三個鏡子以後 把他 上在牆上 然後接著就可以 打開 把那個雷射調整 他的方向 雷射就壞掉了 好 感覺可以過這個門 感覺可以過這個門 好 那在這邊 你們會看到 這邊原本應該要離開的地方 被漏塊塞住 滿滿的漏塊 那你必須要想辦法 找東西把它切開來 好 這裡有機關箱 好 自動砲台 可以利用它 然後來攻擊敵人 好 找到 剛剛文綺有些拿到那個 安全晶片 要把它裝上去給使用 好 這邊電網後面也有說敵人 所以說我們 必須 安全晶片裝上去以後 再把它解決 這樣子 他們就會幫你打 這樣子 他們就會幫你打 好 好 這邊 最後遇到我們的 一個BOSS 好 玩家在這邊會發現 基本上 是打不死他的 所以說你只能想辦法 好 離它越遠越 好 或是用一些方式把它關到外面 好 它會衝過來撞 好 把它關起來 這樣子就可以安心的在這邊探索 好 沒有血的話 我們可以切換 大型的補藥 好 大家就可以祝福 一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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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收集到兩張 這裡有個倉庫把它打開來 就可以拿到 然後我們這邊都可以看得到說明 我們跟你說你要往現在收集電具相關的東西 所以才有辦法把它這邊去開 我這樣也會掃到 這邊我們就會拿到一個商戶筆記本 那這邊會有另外一個謎題 那怎麼解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要看這一張 那這部分 請大家到時候再自己去了解一下怎麼過 哈哈哈哈 很多不講 現在拿到了 那我們可以前往最後的門 我們用電鋸把它鋸開